一位范至到舍卫国奇数几孤独猿员请教佛陀 世尊请问过去有多少劫 佛陀答过去诸劫不可称计 范至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 追问道能有个数量吗 您总是说过去现在将来三世 所以您肯定是知道答案的 请您告诉我过去到底有多少劫吧 佛陀说如来巨族分别劫数 包括众生寿命长短 寿苦寿乐皆惜分明 只是现在的人寿命短促 不过百年 在这短短百年之中 说劫数有多少 说到我灭度了 你命中了也说不完 我为你打个比方吧 过去的劫数就好像横河中的沙力 无限无量不可计算 范至又问那将来有多少劫呢 佛陀说也好像横河沙一样 不可称计 非算术所能及 范至又冒出个问题 那么过去和将来 也像现在一样有成劫败劫吗 佛陀开示道 并非一劫百劫之中 由此成劫败劫之事 犹如器皿 置于危地 终不安住 生死长远 无有边际 众生已无名劫负 飘浪流至 长夜受苦 应当厌患 应当出离